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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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你们又来到 《字音塔罗解2019年》第二集 今天我们的嘉宾 当然先不要冷落 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嘉宾 就是上官超乙老师 大家好 掌声欢迎 上官老师就是台湾人 字音在Facebook的live 曾经做过一个清谈访问 跟老师聊过 我们上一周好像有谈了一个小时 还是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谈书 对 谈书 上官超乙老师就是台湾人 他是一个台湾的作家 并且他写过有三十本书 翻译过很多本书 上一次我们的Facebook live 就是当时老师带着一本新者的书 来发布 那本书的名字 上一次主要我们讲的是 《心痛疗愈师》 上一次介绍的那本 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 《心痛疗愈师》 所以当然又是一位新心灵的老师 我们新心灵的老师有这么多 我们介绍过这么多 到底有什么不同 大家会不会想知道 有什么不同 或者有什么能够帮我 最不同的就是 我们除了Facebook 一直在同步live之外 当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就是我们没有翻译的 今天所有东西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并且老师就有一个 都比较特别的想法 就是说 今次你们会来到的朋友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开Live 就是如果你们有什么 关于能量、疗愈、色彩疗愈的问题 想问 可以立刻在Facebook那里 Live那里问出问题 并且老师已经将这个 场所 现在我们处于的空间 的能量 已经有一些调整了 他就这样告诉我 但到底怎样调整 调整了些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老师就说 如果看《智英投罗解》的观众 就是看YouTube的朋友 你们会迟些 应该是一个星期之后看的 但是当你每一次 点击这一条影片的时候 其实你都一样 是会感受到 并且得到这个疗愈的效果 当然啦 其实如果你看YouTube 你一样是可以在YouTube 留言 留问题 又或者 如果你在YouTube 留不到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上Facebook 在YouTube的《智英投罗解》的 可以留你的问题 或者你有什么想跟老师说 或者想知道老师 什么时候来开课 好了 上官老师等了很久 我比较喜欢叫她做Isabelle 我对Isabelle的介绍 说了很少 因为上次在Facebook 其实说得很详细 因为她得的掌也多 她的经历也多 那就无论在这里一说的时候 我给你一个途径 除了看回我们上一次的Facebook Live之外 还有就是 其实你在维基的百科那里 都可以找到上官超乙路斯的page 并且有非常详细的关于她的资料 那好啦 我们回到国娱乐专频道 老师 好了 我已经让大家知道 你的比较很特别的一个意念 就是今天我们就是 老师已经把这里的能量厂 是不是 就是定好了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不同了 先说这一个吧 对 是不是来上你的课 就会学到这一些 还是 我们知道你带的主要就是 思彩能量嘛 对不对 然后就是 思彩能量 最主要的能量的疗愈 那这个跟大家有什么关联呢 其实 好 我先开场一下 就是欢迎大家来收看 欢迎大家来收看 欢迎大家来收看 对 那今天我们想要做一点创新 所以呢 我们不是走一般的节目的形式 是的 我们今天想创新一些 有些人不同的 所以我在一开始 我设定了一个疗愈空间 我打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老师做了一件事 打开了一个疗愈的空间 设定了这里的一个疗愈空间 所以呢 不管你什么时间 点开看节目的时候 请你呢 发自内心的跟我们一起 就是 好 我愿意进入到这个空间里面来 所以呢 无论你任何时间 是现在看直播的 或者之后看回的朋友 那你都可以 只要你有这个怨念 就是好 我愿意打开自己 进到这个疗愈场 所以我跟子彦 我们共同在这一次的节目里 我们打开这个疗愈场 是希望 不管你什么时间进来的时候 你都可以跟我们一样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 能量的这个目标 就是 欢迎你来到这里 跟我们来谈生活 谈疗愈 谈怎么让你生命生活更好 更幸福更快乐 然后可以找到真实的自己 所以刚才子彦有提到 就是说 我的工作 所以我们其实今天是 把我们现场的课程 疗愈的工作坊呢 带到我们这个空间里来 邀请你来加入我们 所以我们很希望 你跟我们一起互动 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谈谈 你的心情 或是任何的提问 不管是现在 我们在做直播的当下 或者是之后 你看到的节目 都欢迎你跟子彦来联系 那我们会一直 在这个疗愈空间场 来支持到你 这是我们想来做的创新 是的 那就是说 在这个疗愈场里面 只要你打开自己 你入到来的话 你都会得到一个 都会得到那个疗愈 对不对 是的 也可以问这个问题 可以问问题 刚才说了 那我们就会一起来谈的 就是关于生活 我们会谈的是生活 是艺术嘛 生活 因为我们的 我的主要的工作 是从色彩来帮助人们 所以呢 从外在色彩到内在的色彩 到心灵深处的颜色 我的灵魂的光线 都是我的主要工作的 这个目标跟重点 因此呢 只要你愿意靠近我们的话 或是靠近你自己的心 让你的生活变得彩色 多彩多姿呢 你都可以得到好处 所以 欢迎你加入我们 在这里 好 那我就不打算 再翻译刚才那段话了 我现在就想 跟老师 就近距离一点 接触一下 那老师好 我们现在 因为这一次 我们只有30分钟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 我们要谈什么 不如我们就开始 从你最近的 meart 那个project 好不好啊 因为呢 我知道就是 艺术 本来你是 你是 叫美学 然后就是 色彩 你刚才说的 然后最近就有一个 叫meart 的东西 那到底艺术 艺术是什么呢 它对 就是 对我们的观众朋友 或者是对我子彦来说 我们为什么需要艺术 还是 你怎么样把这个东西 带到大家的生命当中 那我先问老师 老师 老师最近就是 有一个meart的project 那就是艺术 艺术 那到底 这件事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艺术就是一种 生活的 方式 跟品味 艺术就是生活的方式 跟品味 那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是自己的 生命的艺术家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 生命的艺术家 没有人想把自己的艺术品 做得差 做得不好 大家都想把自己的 这个艺术创作做到很好 很喜欢 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的艺术品 是很好 自己很喜欢 没有人想自己的艺术品 是不好 不漂亮的嘛 所以在艺术创作的过程当中 如果大家有看一幅画 去看一个歌剧 然后去欣赏一部电影 这些都是艺术的形式的呈现 或者是每一年开始穿衣打造 对不对 春夏流行什么 秋冬流行什么样的服饰穿着 这些都少不了颜色 那无论你去看画剧 还是你自己穿衣服 都是少不了颜色 对 所以呢 今年我就在2019年 做了一个 刚好很多艺术家朋友来找我 大家都想了解 什么是能量 然后大家都想 就是提升自己的创作的意境 所以他们想要把他的作品能量提高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国际型的 华人之间的一个所谓的国际艺术节 那叫me me 就是我 me art 然后we art me art we art 其实这个就是我想问的问题 就是呢 里面你说很多创作人 或者艺术家来找你嘛 其实我想知道的就是 就是创作的灵感 就是 是不是 色彩去帮助他们 找到那一个创作的灵感 还是怎么样可以 让艺术家 或是让我们 如果说大家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 但是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对我们人人都是艺术家 对啊 但是当然要有 学习跟创作的过程 对不对 形成一个艺术家 他也需要有一点学习的过程 有方法 有技巧 那没有错 颜色是最好的工具 所以颜色最能帮助每一个人呢 让自己整个人是不一样的 你看女生化妆 对不对 男生穿衣打扮 其实我们用颜色就能够改变自己 可是不只是外在还有内在 那我们知道艺术家 特别重视心灵的层次 他们在做作品的时候他们看的是气氛 是感觉是灵魂深处的东西 那这个我们就是 每个人都有这个灵魂深处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内涵在这里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 有很多艺术家去找老师 一起创作这样 因为艺术里面一定有颜色 所以梓恩就问 那艺术怎么样我们可以有一个创作灵感呢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 那如果我们普通人来说 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的时候 那这件事对大家有什么帮助呢 老师就说其实是颜色那样东西 就可以令到我们增加灵感创意 是颜色本身 对 因为色彩可以活化我们的右脑 而真正的创意来源 真正的创意来源是来自于我们的右脑被激活起来 那我很想知道怎么样可以激活 激活右脑 激活右脑 对对对 是不是每一个人进来都可以得到激活呢 当然可以 可以 一跳进来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激活右脑的时候 我们就会给自己提升更多感受的能力 所以我们是需要对这个生命 对这个世界有感觉的 可是很多人不愿意有感觉 因为他的感觉可能长期以来 已经变成负面的感觉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协助大家从负面恢复到正面的感觉 怎么样可以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用颜色了 你可以去找到你喜欢的颜色 最近看的最顺眼的颜色 黑色白色不要 黑色白色不要 对那太强烈了 强烈 白色也是吗 对因为白色有时候会让我们洗的太干净了 我们会觉得做不像真实的自己 所以呢其实除了这两个颜色之外 如果你要你的生命 比如说你要你的婚姻变好 你要你的感情很顺利 你要你的事业发达 或者是你要钱很多进来的话 那么最近你可以用颜色来做选择 你可以去选第一个 你最想要穿的 想要用的 用在你的生活当中 或是身上 哪怕是指甲都可以 染法也行 只要你身上可以用到的色彩 你觉得那个最顺眼的 你试试看 他第一时间就能改变 慢慢去激活你的右脑 但是呢 Isabel 我觉得很多人 譬如说香港也是有很多人 New York 特别 也是很多人就喜欢黑白灰 最喜欢这些颜色 那如果你说 就找他觉得顺眼的颜色 他真的觉得只有黑白灰 才是顺眼的怎么办 一定要是这样深色黑白灰 那你可以抓一个首饰 对不对 换一个衣袋的颜色 女生戴个皮包 弄个发饰 耳环 所以我看到你今天虽然身是白的 也要有一双红的鞋 红鞋 我能抬脚吗 不好意思 是不是就是把那个能量有一点 就是说 不会太过 评语 你刚刚说洗得太干净 或是让你完全进入到这个 太纯粹了 或是没有别的感受 特别白色 因为白色它虽然可以提升 可是它会让你整个人变得 就是有的时候 负面效果就是 你可能会觉得太强烈了 好像要把你坦白给别人看 或者是说它会让你觉得压力太大 因为你要好像很神圣完美 是不是呢 那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激活你的右脑的感受 是因为这个时候你才能做真实的自己 而真正的艺术家是因为真实的自己呈现出来 而不是虚假的自己呈现出来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跟梓燕一起 要来活化大家的原因 嗯 不懂得的 不记得 不记得 其实老师是说 如果你都只喜欢黑白灰这类颜色 因为老师最好没有用这些颜色 Isabel 说 但是呢 如果你穿黑色的 你都可以用一些不同颜色的首饰 大家都可能会听 就来到帮你用颜色活化你的右脑 而艺术家他也是很有感觉 并且特别是注重灵性的 那艺术作品都要在灵性那里创造出来的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呢 今次我们在这里建立这个活化场 就希望帮大家一起来到活化你们的右脑 好 那就这样就可以了吗 我今天也有一点有带动了一些颜色 看到了 那所以就是自己每一天从颜色里面去感觉 对对 所以我想这个me are we are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让自己变得更有色彩 或是更有生命力一点 因为颜色代表就是让你的生命活化起来 那像我在做企业辅导的时候 或是一些商业的个案的时候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做任何的事业也需要灵感 那灵感要干嘛 灵感不是只有身心灵啊 灵感是因为我们要有创造能力 创造能力其实反过来讲 它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越来越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你不用害怕你人生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有能力跟条件去面对 现在发生的任何事情 那我跟子妍很想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然后因为子妍本身就是塔罗派的高手 所以呢也在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美美的解决 其实我也想要看看就是我们 Facebook那边有没有朋友有问题提出来 有没有人有问题提出来 好像没有是不是 没有 我还没有 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继续谈呢 就是呢 Isabel 我有看你说的这个问题 你说我们来谈谈一个人如何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实现让生活最美的艺术警戒 这个我觉得很美的 他写得在话 那艺术什么灵骚那些 怎样样 就是要吃饭的嘛 就是这么动天气那么冷 要多穿衣服 对不对 就是实际的情况怎么样连上 因为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 是 然后呢 就说两边都要了 然后呢 然后呢 老师这个问题呢 提得很美丽的 他就说呢 那么我们一个人呢 怎样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实现到令到生命更加美丽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 听上去就 不能说很虚了 但是怎么样把它落地 所以我很想从子燕开始下手 就是 其实 子燕是聪明智慧的女性 对不对 所以呢 一定也有很多想法反应非常快 然后很多疑惑 所以不如你来提提你的想法 你觉得现在人遇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或者是你觉得很多人 或者很多事情 他们想要去实现 但是为什么都没有办法做好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例子 你可以问我或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我就会继续讲下去 要讲课了 我问题当然是 时间有限 你一直说我已经很多问题在心里面了 其实 如果你说现在人的问题 其实问题是太多了 不过呢 就说像我们昨天呢 有一个读书会的时候 其实我们给大家两大方面的目标去选 一个是工作 事业跟金钱 另外是爱情跟关系 那本来我们是觉得很多人可能 这两方面都想要得到 对不对 但是呢结果我们昨天的同学 十个人里面 有大个都是选工作 事业跟金钱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是我们香港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组长就是读书会的组长 我们昨天就在谈 后来我们就在谈 其实关系好事业才会好 关系好有爱才有钱 但是大家没有感觉了 是不是呢 我们只说是不是呢 大家都对于金钱的恐惧 我先只说香港 我自己说香港 不翻译了 大家会听了 我们在谈到 其实喜欢金钱 喜欢事业是正常的 而且应该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想要有社会成就 我们想要最快的 最快的快乐来源就是得到这些 可是我们其实对爱 对关系对感觉呢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害怕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从小到大 有一些情况是 我们已经受伤了 所以其实我们不想再来一次 所以我不想一直受伤 可是我想要让别人羡慕我 或者是我希望我能够得到很好的结果 这可以翻译一下给他们知道 大家听到我的国语 应该听得明白的问题 那老师的答案就是 其实喜欢选择事业和金钱是很正常的 因为那样东西是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都需要 而关系呢 为什么很多人比较不去选择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恐惧 怕在里面 可能是从小的时候 曾经有一些受伤 就不想再去太过接触关系 我觉得其实是那样的 可能大家有一种潜意识里面的感觉 就是失业是它比较可以控制 其实也要有别的那个人的 助援 需要贵人需要很多机会 但是我们不是这样想 我们觉得这个是靠我自己就可以了 可能我努力就有 问题就是你努力不一定有 对 也是那样 但是比较比起关系来说 好像是不是大家可能有一种感觉就是 关系就更不能控制 更不可控制 所以我们很害怕控制跟被控制 但实际上越是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越想控制这一切 我们想控制什么 我们想要变好 可是我们忘记了 这个世界是一个能量的世界 所以你要让一件事情变好 是需要共同创作跟合作的 就像现在我们在跟各位创作一样 我知道有些人 你们正在看正在听 可是要把自己的内心 世界表达出来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我很怕表达出来 就暴露了我内心的恐惧 或是不安 或是黑暗面 那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这个环境是冷漠的 我虽然心里很热情如火 天气很冷 但我心里很热 可是我不敢告诉别人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的 然后我要小心翼翼 所以这样子就越来越没有爱跟关心的感觉 我们心里也会很匮乏 但是一匮乏的时候呢 你就会失去创造力 因此你不会 你就没有办法把你的事业做好 没有创意 我非常同意你刚刚所说的嘛 就是其实创意不单只是艺术家 或者是你 其实任何范畴 生命里面就是必须要有创意 创意就是爱 有爱就会有创作 生一个孩子也是创造出来的 对不对 那你刚刚说到的那种冷漠 那种害怕 怎么样 老师有没有工具 可以帮我们去 好 我们现在来试试看 我相信很多人 今年其实我在过年前 创了一个丰盛療育 那也欢迎大家呢 能够来体验 那其实丰盛療育 丰盛療育 丰盛療育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你旧的清理掉 把新的填进来 把旧的清理 把新的清理 把新的清理 因为如果带着你过去的负面跟创伤 你是不会真的变好的 嗯 带着过去的负面创伤 我们是不可能真的变好的 就像一杯水 如果它已经脏了 你必须把水倒掉 清洗干净 对不对 这是禅宗的公案 然后你再倒新的水 它才是干净的水 可是我们不愿意放下过去的时候 我们的水是脏的 一直怎么倒 倒满了 它还是脏水 还是浑浊的 故事呢 就容易记得 这个故事就是说 好像一杯水那样 那如果我们的水 污糟了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倒掉它 再装个新的 你的水才可以变得干净的 所以如果你拿着以前的记忆 不肯放的话 那就是不会有一个新的出路 所以最简单 我们现在开始一起做 我可以感受到大家就是 风声的第一个 它最重要的位置是在心 在胸口 风声的第一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在心轮 所以你可以左手的心的地方 心轮 左手或右手呢 你就摸着 放在你的胸口 可以一个都可以吗 任何一只手就行了 左或者右都可以 两只也可以啊 两只都可以 然后呢 你可以闭上眼睛身呼吸三次 闭上眼睛 深呼吸三次 然后呢 跟你自己说话 然后跟自己说话 我愿意放下一切 最后一个先呼吸 三个深呼吸完之后 我愿意放下一切 因为我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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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放下一切 我愿意放下一切 因为我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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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放下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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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特别轻松 我觉得特别轻松 好 然后你可以睁开眼睛 那就可以打开眼睛了 这个位置是风声的开始 所以如果我们心里带着心痛 带着创伤 带着过去的负面的记忆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就好像会 一个破掉的花盆 你不管加进什么 它都会漏掉 那就叫漏财 所以风声疗语就是 把那个破掉的花盆补好 先把它清理干净 然后清理的时候发现 破洞了 好吧 补起来 补起来之后呢 我再添加进去 种了美好的土壤 种子 慢慢它开花的时候 它就不会漏掉了 那这样子把旧的除掉 新的引进来 这样子你一整年 你的力量都会十分的强大 嗯 这个原来是第一步来的 那就是帮我们 补回一些洞 就是一个花盆呢 如果它是有洞的时候 就漏水 就是漏财 这样 那我们呢 怎样补了一些洞的时候呢 就可以令到 胜在住所有好的东西在里 这样讲 那当然要填补什么呢 不是随便丢一些垃圾进来 而是这个时候我们填进来的 所有一切就是要有养分的 也许是爱自己吃好睡好 也许是更多关怀 也许是修补一些关系 然后让自己填进来是正确的东西 所以这个填进来 往往我们在做的就是疗愈 或者是课程 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 就像现在这个场域一样 就各位你跟着我们一起来做的时候 你现在想到的都是美好的画面 如果2019年你想要是赚很多钱 你想要事业 没问题 你得先有这样的做完之后 你再跟着去设定去想象这个美好 那你一样可以得到 因为我们的基础是艺术美好跟爱 嗯 那老师刚才说呢 就是说呢 在课堂里面的时候呢 也都会做一些类似这样的东西 就是将你们那些洞 我们有很多的破烂了的地方 就修补了 修补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再发愿一新的愿望 那Isa Belle 就等于说在新年的时候 其实最好就是做一做这种疗愈 是不是啊 就把过去的放下 真正的去放下它 然后才开发一个新的愿 就比较容易得到 是不是啊 对就一定会得到 一定会得到 一定会 因为你一定要把旧的放进来 当然大家会问 有这么简单吗 真的可以吗 当然可以 所以你必须每天早晚做 哦 那她说呢 有没有这么简单啊 其实有的她说 但是呢 就必须要早晚都做的 这样 对 所以我跟子嫣想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 因为我们开了这个疗愈空间 希望你知道 当你放下一切 或是你离开过去的 那个分裂的 痛苦的自己的时候 你还是安全的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成长 因为2019年 我们想要许这样的愿望 是陪伴你 一起得到你要的 可是你要相信你可以得到 不要怀疑 不要害怕 因为有方法给到你 嗯 所以呢 所以老师刚才提到里面 其中一件事 就是说 首先就是这个是我们两个 想送给大家的一个 过年一个礼物 是的 去到清晒自己过去的创伤 然后再一次起步去到 创造真正你想要的 也是真的可以得到的 但是这里其中有一个 你的选择就是 你也要选择去相信的 这样 那其实时间够了的时候 我现在才开始想问 我第一个想问一下老师 你是不是真的心想事成的 我说 时间刚刚已经到的时候 我才刚开始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那老师你自己是欣赏训诚吗 对耶 大家怀疑吗 其实每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标准不一 可是对我来讲的确是心想事成 因为当你了解了能量法则之后 你会知道你不会很贪心 你会知道你应该得到什么 你会往这个地方 刚刚我们练习的地方 你会往你的心里去判断 很公平正义的判断说 这是不是我应得的 这是不是我真心想要的 那这个时候我就发现 当我真心想要的时候 这一切都会来到我的身边 真真想要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会来到身边 很多时候不是真的想要的 然后呢其实呢 Isabel我是觉得呢 其实每一个人呢 根本都是欣赏事成的 雨果不用了 走过地了好见 对不对 其实问题只是 大家根本不知道自己 真心是在想什么 是是 所以其实是真的是 欣赏事成的 本来就每一个人都是的 对 其实欣赏事成 大家以为好的吗 没有坏的也是 对啊 你想一直每天想快的 它就发生了 你也成功了 对不对 那我们不希望这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清理掉 那个一直让你每天在 朝思暮想的负面的东西 跟情绪 然后我们往正面来做 那当然我知道这个 这个是需要过程的 没有那么简单 可是呢 你说它容易不容易 它已经是最简单的事情 三秒钟你就可以达成 因为这些呢 是一个能量的法则 以及修行的方法 那其实我们都想要得到 很多的喜悦跟快乐 那可是我们 我们最大问题是 我们的潜意识里面 不敢相信我们可以得到 嗯 这才是很大的问题 原理没有清理干净 那这个就是重点 刚才那一大点 最后就是呢 因为我们的潜意识 你不相信 所以为什么呢 你是得不到的 所以去清理自己的潜意识 令到你那个真正的可能性 打开呢 是很重要的 那好吧 那我在看呢 就是说呢 老师呢 刚才说的 Isabelle 刚才说的 me art we art 那个project里面呢 还有很多 说原来呢 有什么特异功能啊 自然界的特异功能啊 绿感色声香味触 心电感应啊 那些呢 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说的了 那有兴趣知道的 也可以在音乐途径 刚才我开场的时候 讲过的途径那里 告诉我们 你还想要知道些什么啊 或者想老师再多说一些 关于哪些方面的 是能量啊 还是美学啊 还是色彩呢 还是心电感应呢 哪一个方面的 你可以告诉我们 记得记得 这个是一个疗愈场来的 所以任何时间 你都可以将它 分享给你的朋友 听到这些讯息 从而令到它也都开始 启动它改一个呢 去补回它那些 动动的 令到它不要漏财 不要漏腹 不要漏腹 不好的东西 漏了 好东西漏了 应该是 不要令好的东西漏了 他们可以再问 但是最后呢 老师有什么 Isabel 你有什么 宣试或是想要跟我们说吗 因为我是一个灵魂解读师 灵魂解读师 所以我常常呢 会读到灵魂的讯息 读到灵魂的讯息 就像刚才我在讲 从心开始 或是创造丰盛疗愈一样 从心开始了 创造丰盛 其实人呢 我们现在呢 都很希望从 我们不只希望是 事业金钱顺利 我们其实希望心理友爱 而且顺利的做我们的后半生的生命 嗯 其实呢 我们不单止想要金钱 和事业 我们都心里面希望有爱 去到走迈 就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的灵魂深处 经常是希望 我们一直追寻一直觉得不够 其实那个吃不够得不到的 是灵魂深处 而不是真正这个身体 或是心理 或是金钱物质 嗯 所以其实我们呢 那个食不够 不足够的那部分 其实是我们的灵魂 并不是我们这个身体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够逐渐地去 聆听你灵魂的声音 所以很希望呢 就是老师的这个信息 就是希望大家呢 逐渐地去聆听你自己灵魂的信息 让心停 让脑子平静下来 静止下来 去听听心理在害怕什么 恐惧什么 而在这个地球上 有一群像我们这样的人呢 能够来支持你去聆听到你心理的恐惧 跟害怕的声音 并且协助你度过 最后让你听到心理的直觉的声音 嗯 令到我们呢 多一些的时间呢 头脑可以静下来 去听自己心里面 到底自己心里面是怕什么呢 那并且呢 那并且呢 老师这一道呢 他那个空间里面呢 有很多的老师的 还 Isabella 还有很多的老师 那个场所里面 有很多人支持大家 可以去帮你了 慢慢的这样 真是去到聆听 你自己灵魂的直觉的信息 对 所以呢 在这里也是 祝大家新年快乐 2019年呢 我们常说呢 2019年其实有个 我们讲的口号就是 爱你依旧 所以你有没有继续爱你自己呢 爱你 如果没有就来靠近我们 爱你依旧 对 2019 爱你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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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爱你依旧 爱你依旧 如果你的生命里面 你觉得不够爱的呢 你就来靠近我们了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有很多 多谢大家收看 那今天呢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见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